每回收一件就年輕,五歲了 剛才一歲了 膠瓶,五歲了 現在差不多二十歲 哈哈哈哈 除了外套,不要這樣 什麼來看? 瓶子 瓶子,瓶子 抓到什麼? 多一個大膠瓶,最好自己 BYOB 我要,我要 他們說這邊有兩盒 我找了一個打膠瓶 好像 好,接著上去 加上 加上 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行山呢? 女生之間,你弄得有點髒 其實我不太怕髒 但是 我覺得行山好玩 而且可以順便發現不同的生物 因為山上也有不同的小動物 昆蟲 雖然今天 垃圾 雖然今天 可能也不是特別很多很多 比我預期中少很多 我之前去海灘游泳 去海灘 游泳 周圍都有一塊塊垃圾 零食 塑膠 然後 我跟爸爸 那裡收拾了那個膠袋 然後剁了幾個洞 然後撈垃圾 那時候有照片 撈了也有這麼大堆 一堆垃圾 那些沙灘的人 就幫忙清 但是清完一輪 有一輪 其實垃圾仍然在飄過來 就覺得真的很誇張 當你看電視 覺得這件事離自己很遠 但是 你在生活裡面 你去沙灘都會看到很多垃圾 你就會覺得 怎麼會是這樣的 沒有人清理的嗎 但是其實確實是很難去做清潔的 山上也很難 特別是煙頭那些 那些 就是要多些環保一點 可能政府要多些監管 自己都會做多些環保 那些 對 那我們就在這個活動 撿到很多不同 有些危險 同時有些 會傷害到動物的物品 當中有些是你猜不到的 例如一些很巨型的碎玻璃瓶 還有鞋底 還有USB 我們都撿到 因為這些東西 是很容易傷害到動物的腳部 身體的下面 土部的位置 也可以撿到很多不同的煙頭 紙巾等等 這些垃圾 人類造成的這些天然 這些人工垃圾 那途中我學到 就是人類 其實我們人類不應該 這樣繼續汙染 因為我們這樣汙染 最終只會進入我們口裡 因為動物 應該說 你以後 你會不會吸取到這些東西 我就不會亂放垃圾了 那我就吸取到 就是我們不應該放垃圾去森林 因為我們放垃圾 如果動物真的能吃到 我們吃回動物 例如豬的時候 我們可能吃回一些有害的物質 就可能會導致我們 有一些生命危險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 對我們來說 是最有意義的一次 謝謝